最近北大一篇发表在中国疾控中心周报的研究指出 中国如果向一些西方国家放弃清零的措施 每日新增病例数可能会超过63万例 这个是非常惊人数字 所以想请教大科里 你对于这个研究是怎么样看待呢 对 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一开始我确实有点shock 我说他们怎么统计出来这个63万人的 所以就看了一下这篇报道 那这篇报道 看完以后我只能叹气啊 真的是很难想象这个中国的这个顶级的这个研究所 顶级的这个学府北大会出这样的报告 这也不是文革期间 对不对 不是说这个谋长万经这个理论 你现在有这个政治需要这个要出这么一篇报道 这个大名鼎鼎的签学生也要出这样的报告 那么现在你这个北大出这样一份报告 我也是觉得比较shock 因为这份报告如果我们细看一下呢 它其实这个概念非常简单 它就说假设我中国采取了那么西方国家的这些反应的政策 而不是中国政府的这个清零政策 严烦失度啊这些政策 那么我大概会有多少人 那么他就说OK 那首先当然我说按人口基础上 我做一点这个跟西方社会比较对应的一种参照对吧 不能让中国整个国家的人口去统计 因为他觉得这个中国东西部差别很大 那么他主要是以这个东部的中国这个东部的人口来作为对照 因为相对来说人群的密集度跟其他的他要对照的国家 相对来说接近一点 这是他做的比较合理的这方面的这个数据方面的调整 然后他去计算每日新增确诊的这个估算的下限 但是这个下限怎么定义呢 这个文章里面其实并没有说清楚 然后他就选了五个国家 那么这五个国家就是西方的 像美国 英国 还有以色列 西班牙 法国 那么他就假设我完全按照你们国家的人口的比例去算 我如果假设跟你们一模一样的国家体制 一模一样的防疫政策 一模一样的环境条件 什么都一模一样 就是这个政策不同而已 然后呢 去算出来中国这个下限会多少 那么为什么是下限不是上限也没讲清楚 对不对 然后他就说 这个按照美国这样的做法 我们每天确诊人数可以达到63万个 这个就是好像是在做统计学的这么一种分析 可是这个完全是没有考虑 这个公共健康方面有诸多的这个因素 你看这么多个国家 英国 美国 观光是这个 非医药类的介入 对于这个疫情所采取的不同的这个措施 包括人们自己在带这个 PPE 还有这个社交梳理啊等等 这个起多大的作用 还有其他的药物的这个作用 对于整个控制疫情 控制确诊人数有多大 完全不在考虑之中 那么英国经过了几次的这个lockdown 每次从lockdown带来多大的效果 没有说 那么以色列 对吧 强行这个大面积接种疫苗 有多大的效果 完全不在考虑之中 以色列所接种的疫苗比中国的这个疫苗好多少 有多大的这个作用 也不在考虑之中 西班牙 法国这边的整个社区的这个特点 那么他们这个lockdown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也完全不在其中 他只是按照这个 这些国家的一个确诊人数 就这么一个统计 而且就假设说 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个数据 所带来的这个差别 完全就是因为这个中国这个清零政策所带来的这个效果 所以这里面有太多的这个因素 他们都把它抹去了 就是有太多的因素能够带来巨大的这个防疫效果的差别 全部都抹杀掉了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归功给这个政府的一个清零政策 然后做出来这个数据 所以这个这样的报告就是一个政治性的科学报告 对吧 你可以说是伪科学 根本就不是一个公共健康方面的这个正常的一个去分析 所以我说我看完这个报告 我真是觉得叹气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 中国这些所谓的专家为了政府的这个需要 舆论宣传的需要就出这样的这个文章 然后对于所有的媒体他只要引用说 这个北大已经出了研究说了 如果中国采取美国的防疫模式 每天要确诊人数能够高达63万 对吧 就这么简单 因为一般老百姓不会去看这个数字 不会考虑你怎么算出来的 所以这个就叫做利用科学来愚弄百姓 这个真的是这样一个研究报告 我说的重一些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哪有这么去统计 那么你问一下北大这些人 为什么不把印度算进去呢 对不对 印度也没有清理模式 但现在这样的比美国很多国家都低啊 你为什么不挑那些国家 也按照人口比例做一个统计去算一算 也许你这篇文章根本就不成立 你只要把印度放在这里面 这篇文章根本就没有办法成立它的所有论点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荒唐的科学 所以我觉得比较遗憾吧 中国的这些科学家也是被搞成政治人物 也是很遗憾的事情 确实同样对病毒采取清零措施 被称为清零模范国的新西兰 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 都同时出现了疫情飙升 似乎这个病毒的传播 并不是和采用的措施有着绝对的关联 对 我觉得绝对关联肯定是谈不上的 因为现在人类社会采取的各种各样的措施 就算是这些极端的这种清零的政策 也不能打得住病毒的不同的冲击波吧 我觉得是可以这么说 一浪又一浪的冲击波 你即使是欧洲很多国家 你即使是大面积接种疫苗 你即使有不同形式的lockdown 尽量让人家在家中等等 但是也还没打住Delta 现在Delta在欧洲的这种快速增长的趋势 也没有打得住 新西兰就算是相当彻底的清零了 对当地的其实各方面的经济冲击非常大 澳大利亚也是 但是实际上也没有能够完全打得住这个病毒的攻击过来 所以在这点上其实当然我觉得也是整体上全球范围 人们就说在这次的大疫情来的时候 其实人们已经很习惯于觉得 我认为政府的这些强制的这些措施 lockdown的这些措施 就能够战胜病毒 这个概念其实也许也是中共扶持出来的 叫战胜这个病毒 就是他们让全社会看到 你看我把整个武汉一千多万的城市 hard lockdown对吧 全面分锁甚至把人锁在家里 然后你看我这数字降下来这么快 所以他即使没有在全球说你们可以模仿我这个模式 可是这样的做法在潜意识里面改变了很多国家的 这个公共健康政策人员 他们就觉得用这样的方式能够阻断这个病毒的传播 可是有证据吗 有充分的科学证据吗 但是人们潜意识就这样觉得 中国政府也没有去说你们一定要照搬我的这个作业 但是他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很深的很深的一个印象 人们都觉得强制把人这个lock down 一定能够阻断这个传播 表面上也很合理 但是这个病毒它自己的传播规律 哪一波该重新起来 能够达到多大规模有太多的因素在其中 有很多也不是人们现在能了解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全球都陷入这样一个误区 所以这个清零模式 这个人就等于说是一定程度上你可以说是 这个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人必胜天 这个思想的这个一种在公共健康领域的一个集团化的一个表现 人们都觉得我这么做一定能够战胜病毒 可是这个病毒有多大的量 另外空间有多大的病毒量 病毒的有多大的变种的可能性 你如果冷静的想一想 其实是没那么容易的 早在去年的时候 很多这个做呼吸道病毒的这个专家 早就说过对呼吸道病毒的反应绝对不能这么做干 做不久的效果不明显 就是早在这个2020年初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这个做呼吸道研究的这个专家 就很担心现在当时的政策 不管你是对这个呼吸道这些RNA病毒做这个疫苗啊 还是强制这种隔离啊等等 如果你是全社会做的话 能不能达到多大的效果 其实是很成问题的 过去的这种呼吸道的传播的话呢 其实确实也主要就是怎么样帮助人们减经病症 因为你要挡住呼吸道的传播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情 就算是把人隔离起来了 也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 因为居家的环境中 这个空气中 你接触的过程中 有没有病毒人们也很难判断 而且呢现在反过来想一想呢 你去年以来一直进行的这些隔离政策 那很多年轻人对吧 就是不能上学啊 不能工作啊 在家工作等等 那其实那时候那个病毒呢 对老年人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对吧 去年的时候你看多少老人的老人院里面 就是他们高位人群中死亡的这个绝大多数都是老年人嘛 那时候年轻人其实对早些的这个病种呢 并没有就是说这个病毒对年轻人并没有那么大的危险 那时候如果年轻人感染了他也可能产生了这个自然的免疫力 从这个政府推行的这个所谓群体免疫的概念来说 也许对这些年轻人更好 但是呢把人能不能关了一年多两年 对吧 lock down以后 然后这些学校啊工作场所不得不恢复了 对吧 这个社会不能这么持续lock down下去嘛 那年轻人也开始上学了 可是这时候病毒已经变了 现在病毒对年轻人这个人群感染的这个比例 明显的增加吧 从data变种到现在的Omicron都是更容易感染年轻人的 人家本来就是如果正常暴露的时候 他可以比较早的有免疫力 可是你那时候lock down不让他们接触这些 相对对年轻人比较弱一点的这样的病毒 等你把年轻人放出来的时候 这个病毒已经开始很适应人体的免疫力了 这个变种已经很容易攻击年轻人了 这时候你把它放出来 所以你说一个政策的后效应有多深远 你看起来前面可能很对 可能也许时间跨度一大 回想一下也许这个政策本身就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 反正我觉得有很多概念上的偏差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根本一点 我觉得就是做公共健康的人 也一定不能够有这个共产主义的思想 所谓的人必升天 人一定能战胜病毒等等 人类基本上没有战胜的这些病原体 就是说病原体不断攻击的时候 人们能够有效的就是保护好人们 在这个疫情来的时候 在这个疾病来的时候 没有那么大的伤害 对不对 这些社会的冲击没有那么大 人们能够度过这样的冲击 让社会能够正常的恢复秩序等等 我觉得这是人基本能够做到的 基本上我觉得在这个自然界面前 人还是应该把自己摆低一点 是 也要特别感谢订阅频道的朋友 你的每一个订阅键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同时把疫情的最新消息带给大家 只要点击荧幕右下角的频道订阅键 打开小铃铛就可以 当然同时要谢谢长期支持 健康一加一防疫身心灵频道的朋友们 有了你们的支持 我们才能够继续为大家提供更多健康的资讯 也不要忘记分享频道给你的家人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